大家好,我是Stan 5050成员们向所属公司提购的时候主张 公司能力不足,违反照顾成员们健康的义务 其中违反照顾成员们健康义务 就是指有成员病了 公司还是强迫让他们跑行程 但是昨天,又一个新的录音曝光 打脸了这个指控 这录音是成员们在6月19号提起诉讼给公司 发出内容证明全员离开宿舍后的6月20号 所属公司老板与安森宇的通话录音 委員工系 ISS š Dark 达宇文的 公司特别适合 委員堂当伙计相议 里面商议是按照 我怎么会 究竟然 哲学老板与 老板与 接wij决 老板与 我所愿 entrepreneurship 手勿谈 老板与 不准 老板与 老板与 手勿谈 老板与 OK OK 安森也因為自己無法控制拍攝MD 就危險性地在那裡說 我要退出不管了 那這個錄音代表著什麼呢 成員們明明主張 他們健康狀態不好 所屬公司老闆還強行讓他們剖行程 如果按照安森也的指示 派了芭比MV的話 不就是真的被他們抓到芭比 證明了公司強行讓他們剖行程是事實 竟然能比較順利的 與公司解除合約了 而安森也明明是自己先說退出 卻發出聲明表示 是所屬公司代表突然取笑了MV拍攝 整理一下就是 如果當時所屬公司代表 決定拍攝芭比MV的話 成員們就能夠順利離開公司 安森也能獲得相當的知名度 唯一失敗的人就是公司代表 看新聞的話 這次安森也跟成員們設計好拍攝芭比MV後 用公司讓生病的成員 強行拍攝AB為理由 想要勝訴的計劃 都離開宿舍提起訴訟了 到底要怎麼拍攝MV 要退出的話 也要放下成員們後再退出吧 不能行事訴訟安森你那個人嗎 行動根本就是個騙子 越看越覺得這個人太可怕了 我會繼續關注Fifty Fifty事件的 下個消息是 7月12號凌晨 New Jits公開了新曲 酷了Vidu的MV MV的故事分為A面B面 而除了由 吳俊和Galind 瓊荷雲的出演之外 更是驚陷了香港影帝梁朝偉 雖然只有短短幾秒的畫面 但是一頭白髮的梁朝偉 每個眼神都是戲 讓粉絲們都非常驚喜 然後今天 一位航空網友的 酷了Vidu的MV解析 受到了很多網友們的關注 吳俊仰今天也跟隨著一個女生 發現到與他相配的男生之後 就連接了他們兩個人 靜靜地離開了 但只能連接他人愛情的任務 對吳俊仰來說非常痛苦 看著吳俊仰的天使們 他是能預知到會下雨 與人類不同的存在 站在希拉神話的圖畫面前 吳俊仰今天也只是看著別人的愛情 這時候在他面前出現了一位男生 窮婚友對他一見鍾情 沒有發覺到窮婚友的男生 離開了那個位子 窮婚友急忙去追他 要觀察他人愛情的窮婚友 都不知道旁邊有誰只是凝視著男生 就這樣每天每天安戀他看著他 對自己的任務一點點感到厌倦並傷心 擔心窮婚友的天使們 雖然看到自己連接的情侶分屍後 都經歷了離別的傷痛 窮婚友還是無法停止愛這個男生 但自己不是屬於這個世界 是男生永遠都看不到的存在 在苦惱中看到看著自己的天使們 但他還是無法停止愛這個男生 最後窮婚友放下了自己的任務 決定成為人類 天使們擔心地看著他 但他卻非常幸福 變成人類後非常幸福地看著男生 兩個人展開了幸福的愛情之旅 今天也是跟平常一樣 為了約會站在半滿線的兩個人 但是窮婚友看到了一個不是人類的存在 感到焦慮的窮婚友 這個存在嘲笑窮婚友後 看了男生 綠燈亮了 窮婚友走到男生面前 但是男生的視線卻在別的地方 正在看另外一位女生 這是另外一個存在梁朝伟造成的結果 看完這情況後消失的梁朝伟 窮婚友變成人類 也經歷了離別的痛苦 最後窮婚友看著擔心自己的天使們後 露出微妙的微笑後離開了 大家覺得這個MP解析怎麼樣呢